你这个前总统卸任之后 不是卸任就没事了 到时候人民是会跟你算肿胀的 那现在你想要图谋再起吗 包括你最近抛轰政府 那也包括去这个割眼袋好了 是不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外形更为年轻 佩芬姐怎么样看 是不是马云九动作频频 是否图谋再起 下一个舞台就会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吗 如果要这样想 当然有可能 因为马云九他很致富 虽然大家笑他说 他的民调支持度只有九% 可是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而且他当初之所以能够风靡 跟他外形当然有关系 因为是长得是蛮不错的 尤其在政坛上看起来 那你说去把眼睛去弄一下 或者那很正常 但是你说他在党内有没有声望 有 因为外面说他九% 但是我看过就是在所有的国民党 造势的场合他都出现 而且出现的时候还真的蛮有人支持他的 而且你说他今天 独派说他是站在中国那边这样讲 可是在党内 他的可能获得的支持度会很强 所以国民党内跟国民党外 的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李登辉说 那个国民党内的党工也好 什么也好 跟不接地气 跟外面社会是脱节 可是事实上也是这样 所以你说今天韩国瑜被高雄罢免 可是他到了党内选举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可以高票 还记得那时候詹启贤 曾经参加选举那个国民党主席 他得票很低啊 因为他那个319 陈水扁那个枪击案的时候 他在齐美医院 他在主持 所以他没有票 那另外一个证实就是郝龙斌 郝龙斌曾经做过民进党的环保署长 所以他上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在党内得票非常的低 但是因为他在社会声望 社会的声望很高 所以他是用那个拉起来 所以他赢了那个 赢了那个对手 否则的话 他光是靠国民党内部 他是没有票的 所以现在马英九环顾四周 党内现在有谁的能量比他大 看起来江启臣有可能是岌岌可危 党主席不保 那朱立伦部分好像最近也被党内炮轰 对不对 只是挺一个香港的新闻自由 就被骂到不行 所以现在也传出 他回台大会计系要去教书 所以是要陈浅吗 其实那个不叫陈浅 你知道我记得 那个不叫陈浅 我记得那个赖国洲 在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红极一时 他后来不是到台市吗 又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之类 后来在台市里面选举 后来就全部落败 那李登辉讲的叫 马罗英 快回去教书好了 所以后来赖国洲就回到教书去 那你说朱立伦 他当初之所以走马英九路线 所以马英九党主席卸任 点名他 其实那时候就应该是 吴敦义是副总统 至少是排名比他前面 所以吴敦义为什么对朱立伦 永远有这个势不两立的感觉 那同样的马英九今天 就说他如果在党内选的话 你说像朱立伦会跟他争吗 显然不像你也争不过他 朱立伦选总统的时候 那个副手就是马英九要的 不是朱立伦要的 所以你走他的路线 然后你今天再这样做的话 不可能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马英九在党内选举 我觉得他自己 我刚刚已经讲 他不觉得外面对他的评语 他活在他自己心目中 因为他2016卸任的时候 国民党内很多非常深难的支持者 给他的评语是什么 王党的主席 王国的总统 所以你在想他不觉得 他不认为这样 他还不认为 对因为他觉得他走到哪里 还是很多人围着他 所以他真的不这样认为 所以他才会去弄那些东西 他当然有野心去再选当主席 绝对有可能